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个视频把这个充电器的实测的数据都放出来了 我们这个频道评测任何的充电器 我们都是实话实说 我们不会去隐藏什么的啊 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这个充电器它宣称的100瓦 但是我们测试的时候没有拉出100瓦的功率 实际的话 两个口都可以单口输出65瓦左右的功率 双口的话就是45瓦加50瓦的功率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情况 咱们今天这一期视频 数据线也要拆 充电器我们也要拆 这一根数据线的话 压降值都是很优秀的 还有内阻只有56毫 就证明这根数据线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我们先拆这一根数据线 我们先剪开这个数据线上面的白色的塑料 然后我们用切割机把这个上面的焊点 全部都切割掉 去掉这个Type-C头上面的保护钢片 内部都是关了胶的 它的内部还有一层胶 把胶清理完过后 芯片就露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芯片上面是有私印的 有一个4 有一个T 有一个8的记号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端 有没有这个eMarker芯片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线的这一头 是没有eMarker芯片的 这一根10A的数据线 是单eMarker芯片的设计 有些粉丝说这种数据线 它硬的很 其实不是硬啊 这是TPE材料 这种材料的一个特性 它没有用过 它这个线材就感觉要硬一点 实际上咱们用上几次过后 它这个线材自己就软下来了 把这个线材截断 让大家看看这根数据线的横截面 这就是我们截断的这根数据线的横截面 正负极线是相当粗的 这边两根 这边两根 这是它的电力传输线 两根正极 两根负极 中间四根线是它的数据传输线呢 旁边有屏蔽层 我们把这个数据线的外皮把它割开 大家看看这个数据线的做工 我们捋开上面第一层 这个就是细胞铜丝的屏蔽层 这里面还有一层啊 一共两层细胞铜丝组成的一个屏蔽层 然后这一层是铝箔屏蔽层 这上面有抗拉纤维 这里还有一股 然后中间还有一股一根裸露在外面的 很粗的一根负极线 这是一根绝缘线 也是负极线 这个线材内部还有抗拉纤维 这是另外一根负极线 内部也有抗拉纤维 这是两根正极传输线纰 内部一样的是有抗拉纤维的 都是加粗的线纰 这几根线是它的数据传输线纰 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这就是这一根数据线内部的全部用料 正规的品牌的数据线用料怎么样 数据线拆解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充电头把它拆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头的结构 这边是黑色的塑料叠加起来的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缝隙 我们就从这里下手 把它切开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撬开试一下 直接就可以把它撬开了 这个充电器也是通过连接线的方式 连接到主插头上面 像这种正规品牌的充电器 一般的它的内部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 我用撬棒掰开看 它这里面有屏蔽钢板 我们用钳子把它拔出来试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内部主板 它这个屏蔽钢板它是一个整块 焊接在这个主板上面的 我们取下这一个折叠插头的连接线 去掉这些屏蔽钢板上面 四个焊点上面的焊锡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屏蔽钢板拿出来 钢板那一侧这一面 这里有一层散热的硅脂贴在上面 另外一层有缓冲泡棉 中间的话一层黑色的绝缘塑料 贴在这个钢板上面 这个是起到屏蔽绝缘散热的作用 这个是充电器主板的本体 然后上面有很多白色的硅胶 这一面的话更是被灌满了的 这就是我把上面的硅胶 初步的清理了一下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就是进一步的把这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拆下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器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这里 这是一堆白色的硅胶 然后我们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器构造的情况 折叠式的插头 这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塑料盖板 用两颗螺丝进行固定 内部为两块弹簧片 上面还有一个弹簧钢片 压在这个底部的触点的这个弹簧钢片上面 来增强这个弹簧的耐久度 这一块为一个钢片 底部需要过电流的地方是不吸磁的 包括插头也是不吸磁的同质材料 这里就是主板的220伏交流电的输入端 输入端这里这一颗是方块型慢恢复保险师 规格是3.15安 耐压250伏 来自苏州的华德电子 这一家公司隶属于1968年成立的台湾军威集团 于2000年在苏州成立的一家专业生产保险类元器件的一个高科技公司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共磨电感 这是第一级共磨电感 这上面有白色的热缩管进行包裹进行保护 内部的磁心为绿色 它是用绝缘线和气包线两根铜线进行扰制 这一颗是一致电源电池干扰的安规X2电容 来自汕头的松田电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5年 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种薄膜电容和亚敏电阻产品的公司 这一颗电容的容量为104K 也就是0.1微法 耐压是275V 这里还有一颗绿色的NTC抗浪涌热敏电阻 一样的也是来自松田电子的产品 用于抑制充电器插电时的浪涌电流 这一颗为这个充电器的第二级共磨电感 黑色的热锁管进行保护 内部也是绝缘线和气包线 两种线材进行扰制 磁心为绿色 这个充电器一共两颗共磨电感 用来绿除225V交流电的杂波 这一颗负责将225V交流电整成迈动的直流电的整流桥 它的适应型号是TBMR810 来自重庆的平尾电子 这是一家成立于1996年专业生产各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公司 这一颗整流桥的规格是8A耐压1000V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一共用了4颗 一组电路用2颗 它是来自成立于1985年的国产老牌电容器厂家 湖南的爱华电子 这4颗电容的容量都是33V 耐压400V 总容量132V 属于爱华的RK系列电容器 另外这里还有两颗主控芯片供电用的电解电容 它也是湖南的爱华出品的 容量是10微法 耐压50V 属于爱华电子的NB系列电解电容 这一颗插摩电感也是用来滤波用的 外部有黑色的热锁管进行保护 内部磁心为黑色 用气包线进行绕制的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 就来到这颗主控芯片上面 这个充电器两路输出 它是独立的设计 两颗主控的IC都是一样的型号 它的四印都是SC1738C 是来自美国PI公司的一颗主控芯片 这家公司成立于1988年 是一家专注于高压电源管理及控制领域的 高性能电子元器件及电源方案的供应商 这一颗主控芯片 我查了很多的网站 最后才知道 它这个是PI的InnoSwitch3 Pro系列的一颗芯片 这个系列的芯片含盖25-100瓦多个输出的功率 从我们实测的真实功率来看 它的型号应该是 INN3368C-H301或者是H302 这两个其中的一个 有不同意见的老铁门 弹幕来一波 这一颗是集成了高压开关管 同步整流控制器和FluxLink反馈功能的 速控横压横流离线反击式准斜阵开关IC 可以极大简化全速控高效率的电源开发和制造 通用的IRC 可以实现输出电压及电流的动态控制 以及对各种功能的设定 具有极低的功耗 无需外围散热 还有先进的各种保护机制和安全的特性 这就是两路电路使用的两个高频变压器 外部有塑料框架保护固定 这个框架还可以作为电路的初级次级隔离的作用 变压器上面有适应信息 外部有铜箔缠绕 这一边是初级 这一边是次级的输出端 位于两个主控芯片 旁边一共有四颗贴片式陶瓷歪电容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业从事被动原基建产品研发与制造的高科技企业 四川特瑞祥 两路分别用两颗串联连接 加强耐压 提高安全等级 满足安规要求 这一边两颗四颗型号是TLB-101K 容量为100P法 耐压400V 另外一边两颗 它的四颗型号是TLB-221K 容量220P法 耐压一样的 也是400V 两路的主控芯片下面 都有一颗同步整流用的开关NMOS管 它们的4E型号都是0805LS 来自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德国英飞宁 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 这两颗英飞宁的NMOS耐压100V 内部的导主是7毫欧 这一边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 由变压器的外壳进行隔离 USB-A口和Type-C口分别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板 这四颗就是次级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四颗电容都是来自2011年创立的一家 专业固态电容生产和研发的高科技企业 百瑞凯 四颗电容的容量都是470V 耐压25V 属于百瑞凯的VA系列高品质贴片固态电容 位于四颗固态电容的中间 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USB协议芯片 它的四颗型号是IP2738 来自成立于2014年的一家 专注于高性能高品质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公司 深圳英吉星 这是一颗双路协议芯片 支持双口48-140W快充应用 具备独立的反馈控制 独立的USB-PD控制 并支持PD3.0 PPS等丰富全面的快充协议 类至四路独立的NMOS驱动 可用于多个接口输出切换控制 以及两路电源并联控制 并且支持双路独立的过流过压 及短路保护 确保使用的安全 两路输出用的V-BUS控制管 这里有两颗 这边有两颗 四颗NMOS管 它们的适应型号都是D40N03HL 跟整流管一样的 都是来自重庆的平尾电子 四颗NMOS管 它的规格是耐压40V 内部的导主是6毫 这是这一个充电器的Type-C口 内部的舌片为红色 舌片细节 细腻光滑 外部有钢套进行保护 这里有厂家的钢硬信息 触点连接处有黑色的过胶保护 PCB上面 这里有四颗TVS顺态抑制二级管 这里还有一个用来检测Type-C口温度的一个NTC热敏电阻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USB-A口的一个输出小板 USB-A口内部舌片为红色 一样的光滑细腻 没有毛刺 外面有塑料壳进行保护 有厂家的撕印信息 PCB板上面 同样的有四颗TVS顺态抑制二级管 这里也有一个用来检测充电口温度的NTC热敏电阻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壳体 壳体内部印有PC主人标识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后盖壳体 上面一样的印有PC主人标识 这一个OPPO出品的100瓦双口超级闪充 评测和拆解的内容全部都做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充电器实际单口输出功率65瓦 双口45加50瓦 数据线的做工是非常好的 充电器内部用料也是非常好 元器件都是用的一线大厂的用料 美国PI芯片的加持 这也难怪官方定价会定这么高 温度控制十分到位 文波在100毫v左右符合国家标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